各位健康蛋的觀眾 健康蛋經常都是健康的資訊 和大家分享 最近有兩三個朋友 認識的不認識的 有些不認識的就跟我說 他說蛋有否聽過免疫細胞治療 亦有些朋友說 你知不知是誰 飛去日本 他去做免疫細胞治療 我問是甚麼 誰有甚麼事 誰有癌症 他說可以去那邊做免疫細胞治療 有人問我甚麼是免疫細胞治療 我問他我不是醫生 我不知道 我亦不太聽過這樣 我又聽到朋友說 有些身體不太好 有些癌症就走去日本 我就覺得很好奇 於是有一個地方叫日本 有一個叫免疫細胞治療 在那裏做的 第三項是癌症 大家試過癌症 他們便去日本做免疫細胞治療 就是一個選擇 去對付癌症 我又很賤 我就沽漏寡聞 我未聽過 於是我就嘗試去找 結果今天 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我找到 市場可以比較多解釋 因為香港我自己沒有聽到 雖然這件事發生了很久 然後找到 由日本來的嘉騰陽醫醫生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免疫細胞治療法 是一個什麼事 最好我們不要道聽途說 在健康帶來聽清楚這件事 不如我先問問Marcus Marcus 是什麼事 免疫細胞治療 香港沒有的 不是很國有的 香港現在還沒有 我介紹自己 我是做藥物批發 主要是做癌症標靶藥 做到現在差不多 都有十年的時間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 國際的新藥 做準出效 對癌症方面的標靶藥 是非常熟悉的 當時我大概五年前 就知道 免疫細胞治療在日本 其實很多香港人 會去那裏做 當時認識過這件事 其實我和藥物 這是什麼來的 開始去研究 因為我做了一堆藥物 對這方面比較有興趣 後面發現 原來2018年 當年我剛剛做的時候 加藤楊一醫生 博士 就已經將治療 帶到台灣 我當然想認識這位 權威醫生 他有能力可以將技術輸出 有沒有機會來到香港 就像日本醫生 開始我們之間的合作到現在 因為日本是全世界最多歷史 最多歷史 差不多五十年 面膝包治歷史的國家 所以在日本會比較成熟 2006年開始 日本政府批准做 面膝包治療 在癌症治療上 這一刻我們主要會接收病人 包括香港病人 給加藤楊醫生 去幫他醫治癌症 要去到日本 好了 在我跟加藤楊醫生談談之前 問多一件事 由加藤醫生研發 免疫細胞治療 在日本是認可的 日本是說要厚生省 是 日本厚生勞動省 在2006年 將它為先進療法 批准用於治療 所以是認可的 認可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些情況 因為觀眾會問 所以代觀眾先問 加藤博士 我們是加藤楊醫博士 我想大家認識一下加藤博士 加藤博士 不如由最早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 會突然投入研發 免疫細胞治療 免疫細胞治療 在三年代 國立館中 在免疫細胞療法研究 日本國立癌症療所 全日本最權威的國家研究機構 外科醫生 變成一位就是 我要做 研究免疫細胞治療 是有用的 是什麼原因 學生的時代 有在學校做免疫療法 當時免疫療法研究 有很多醫師 當時免疫療法 當時免疫細胞 都會被手術 做免疫細胞 把病毒交換 當時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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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醫療法 當時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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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真的可以帮助有癌症细胞的人 是手术打针是一个什么的疗程 整个方法和过程是怎样 可不可以简单地说一句 我告訴大家 有沒有一個數據告訴我 我是去家庭醫生那裏 有些數據出來告訴我們 傳滅率真的高了 有沒有的 現在800人以上的患者治療 奇跡的消失的人 膜器癌大約8% 30%大約3個月半以下 70%大約3個月的療程 其實剛才提到療程 這個療程是三個月的療程 在這三個月中 一個癌症患者在家庭醫生 他的免疫細胞治療下 日日要吃藥 日日要打針 是一個什麼療程 可否簡單地說一說 免疫細胞には自分的細胞 必須的細胞 所以先採血 大約2週間 再製作 5回繰返 2週間1回 5回繰返 但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風險和副作用 做這件事 大切的問題 是最重要的問題 是免疫細胞 基本上是自分的細胞 所以大約副作用 大約副作用 副作用 副作用的 副作用的副作用 副作用的副作用 副作用 如果是一個 已經是晚期 即是 原來晚期的 都是這樣做的 都可以的 是否有類似 可以說 比較的 10人に1人 ぐらい是 そういう方法 所以 手術 再発 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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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不会有熟悉的机会 一位患者来到日本 接受了家庭医生的诊断 那它是要入医院 还是去他诊所做这个疗程 就已经可以了 即是它是怎样的 饮食方面有没有要注意 正在做的时候 饮食方面都不能吃 饮食方面 蛋白質多了 有比特别的 有必要的 在我们的免疫療法 也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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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看法去帮助香港有癌症的患者 因为免疫治疗 也是一个大的题目 它有药物 亦有免疫細胞治疗 香港已经有药物 但是免疫細胞治疗 没有 日本就了这么多年 希望 起码多些知识给大家 去认识这件事 有什么是免疫細胞治疗 原来 癌症发病的根源是怎样呢 那免疫細胞治疗 是从什么角度 可能是从 发病方面 因为死胶的 癌细胞的变种 身体的下降 变形不了癌症 而有癌症 这些都是一些很新的东西 未来 我觉得 致病治疗应该会有的趋向 是大家都会去集中发展的方向 希望多些人认识到 亦想帮助更多癌症病 你还有什么问题 这些是什么 不要紧 你上网就询了很多 你们可以随便去搜索 西班治療 日本Search of 家庭醫療醫生 全部都在 可以了解多些 提供多些新的 尤其是殺手 癌症 而是多些認識 都是一件對於健康犯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資訊 今天謝謝Marcus 也謝謝家庭醫療醫生 如果大家對這部影片有些想問 不妨留言在這裏 我們嘗試請家庭醫生 或者Marcus幫忙 回覆我們的觀眾 如果這部影片有用 請和我分享 第二段影片 按鈴鐺和我們的Apps 今天謝謝兩位 謝謝 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